面对前辈总是鞠躬握手,这样的性格其实并不能融入到团体中去,刚回国的陆寒就参加了跑男,第三季总是给人和其他兄弟关系,并没有很好的感觉。 不过后来陆寒渐渐放得开,对于小陆的成长,粉丝们也很开心,人红是非多,陆寒实在是太火了,一点风吹草动都会上热搜,所以黑粉们也是经常抨击他,不过细节见人品,其实陆寒人品很好。 陆寒坐在椅子上,聚精会神的玩手机,旁边放着自己的包,以及刚买的奶茶,很明显的能看见陆寒在奶茶下面垫了一张纸巾,怕冒出的水珠弄脏椅子,不得不说陆寒真的很细心,一般人都是直接就放在椅子上了,哪会想那么多。 还有很多小细节都能够看出陆寒的真实原品,网上都是黑粉强行尬黑,所谓日久见人心,祝陆寒越来越好。